中共基監委週五通報 北京市政法委前副書記李偉被判刑9年 李萬鈞被調查 另據明慧網報導 兩人都曾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受到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告稱2001年7月到2019年10月間 李偉利用職務便利為相關單位和個人 謀取私利 非法收受他人財務 折合人民幣3296萬元 據公開簡歷 李偉曾在北京市政府辦公廳 工作多年 曾任北京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 市政府副秘書長 常務副主任 政法委副書記 北京市政府秘書長 办公廳党组書記 主任 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李偉2020年8月25日被查 2021年9月7日受審 中共官媒周五还通报 北京市政法委前副書記李万鈞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通告没有说明李万鈞被调查的原因 也没有提他曾担任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 据报李万鈞与李偉两人曾共事 做过北京前市长政法委书记王安顺的副手 另据明慧网消息不完全统计 在李偉任政法委副书记的2008年1月到7月间 奥运会前 北京地区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达到586人 明慧网还列举了余昼、刘春等部分法轮功学员 被虐杀的案例 李万钧当时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首都宗志办主任 北京市奥运安保社会面防控指挥部副指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分别发出通告 追查李万钧、李伟的相关责任 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